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超過最新消息 行政院拍板通過經濟交通 以及農業三大方面的紓困方案 提供包括服務的業者 有一定的融資協助 以及產業轉型 而發放正新抵用券 類似之前的消費 這個夜市券 好 這個我們首先來問一下 這個世聰哥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 現在目前要搶短 因為大家都還在拚復工 我們強短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留意 對 沒錯 事實上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如果以短線來講的話 股市永遠是表現在 這個基本面之前的 所以大家認為說 最近好像基本面 聽起來沒什麼好 但是你不要忘記 股市也是經歷過 一大幅的修正之後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 有機會慢慢走高 在這個時候 逼近到前波高的附近來說 我建議大家先短跑一趟 所以短線來說的話 可能就是可以留意一些跌生股 你可以看到今天比較強的 就是這一波彈幅比較小 或是跌幅比較重的 但是今天找到這個 也暗示的短線 有可能會再次陷入一個 比較偏向一個整理的格局 所以短線上 我建議大家不要過分追高 除非是跌很深的股票 你可以留意 中期來說的話 還是看今年業績比較好的 譬如說包括像5G 像雖然說MWC的會議 已經延期或是不辦了 但是不論如何 5G手機 像昨天大家看到 三星已經發表了 它新的一個折疊手機的新手機 也是有5G的規格 所以我覺得5G還是照樣要走的 另外一個半導體 還有被動元件 我覺得都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中期業績股的主權 好 也來請教慶龍哥 其實我覺得第一季 接下來的操作 大家可以找那種進可攻 退可守的一些標點 因為畢竟台股目前殖利率 其實還滿高的 我幫大家統整 其實現在台股的1700多家 上市會公司中 殖利率超過7%以上的 一共有188家 殖利率超過5%的有500家 殖利率來到3%以上的 更高達905家 所以換言之 其實你投資台股 其實你一定能夠創造出 比銀行定存更高的一些利率 這些高殖利率的公司中 今天幫大家整理 有一些標的可以做一些選擇 依序的其實有包含了 這個是以他們去年的一個鼓勵 當然還有昨天的收盤價 當作殖利率來計算 包含了第一檔 半導體設備的漢科 他的殖利率是高達9.46% 第二檔群益齊 這是跟金融有關的 他目前的殖利率 也高達7.97% 另外傳統水泥的龍頭公司台泥 他的殖利率也高達7.7% 另外一個做電子鈴組件 軸承的信頸 他的殖利率也高達7.5億% 那矽晶園的台聖科殖利 來到7.76% 那最近喋喋不休的 台塑世保中的南亞 他現在目前的殖利 也拉升到7.16% 所以這些 其實我這邊都只是稍微舉例 其實台股中非常多 這種高殖利率的標的 所以現階段投資人覺得 可能指數在上升空間有限 他可能陷入盤整的 階段的過程中 他不妨可以找這種 進可攻 退可守的標的 那同一時間殖利率或許是你考量的 因為畢竟殖利率高 一定代表他的骨架 在相對的一個低基期的位置 那另外只要搭配他今年 成長表現不錯 應該都會有